日常生活中 衛生紙扮演重要角色 到哪都少不了它 那裡頭添加物有多少 一般人恐怕不知道 網路卻流傳一段影片 看燒出的顏色就能比較 衛生紙點火燃燒 隨後馬上縮成灰燼 業者聲稱 左邊燒完較黑的 就是添加了螢光劑 等等的化學材料 右邊看起來較白的 則更天然環保 但真的是這樣嗎 市售衛生紙比一比 燒完顏色有黑有白 但翻到背面來看 成分都是天然紙漿 甚至全都標榜不含螢光劑等等 灰燼顏色好與壞 專家給出答案 衛生紙燃燒 自色會有的比較黑 比較灰 它主要因為是含碳量的多少 碳量比較多 當然會比較黑 用不同的紙漿 不同的成分 就會造成 黑色的深淺度不同 含碳量的高低 決定燃燒後的顏色 螢光劑漂白水 和柔染劑一概看不出來 不過美國佛州大學 一份研究也指出 衛生紙製造過程中 使用一種名為PFAS的物質 加速木材轉化為木漿 不只會污染環境 導致男性不孕 甚至與多種癌症相關 那是屬於外用的部分居多 所以在經過擦拭 其實並不會導致 這個PFAS 跑到我們身體裡面來 專家認為一般外用擦拭 比較沒有涉入毒素的問題 衛生紙品牌白白款 民眾想擦得安心 認清標示成分 用起來舒服就好 一一抽出來燒成灰 恐怕真沒必要 接著姚立強游濤 台北廠長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 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視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 中視的YouTube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動画的網絡 並且保持影片